鑽石吸引箱 8个鑽石吸引箱能获得的物品超鑽 欢迎来到微信频道 大家好,我是Yuki 有玩minecraft想不想体验吸引箱呢? 接下来介绍吸引箱的模组 首先,玩家要使用工作台与项目合成 制作吸引箱的工作 我简称为星云台好了 得到了星云台 玩家就能用箱子与木板合成木星云箱 我就在这里展示 8个木星云箱大概能获得的物品 感觉还不如乖乖更云获得的东西呢 接下来星云箱还可以不断的升级 利用木星云箱再与原石合成 就能获得10星云箱了 8个大概获得这些物品 感觉10星云箱不错 没玩到铁矿都能获得铁钉与铁链防具 10星云箱与碳和碳块能合成碳星云箱 8个碳星云箱获得的物品也不错 能获得珍贵的金苹果 碳星云箱与铁钉和铁块能合成铁星云箱 8个铁星云箱获得的物品也不错 可以获得一整套的铁装备和工具 可以说有了铁星云箱就装备不丑啦 铁星云箱与金钉和金块能合成金星云箱 8个金星云箱获得的物品还可以 获得太多没什么软用的金装备与工具 最好的东西就是附膜金苹果 铁星云箱与红宝石和红宝石块 就能合成红宝石云箱 8个红宝石云箱能获得的东西 感觉血亏了 活塞 侦测器等等的东西 应该用红石来制作 可以获得更多哦 铁星云箱与青金石和青金石块 能合成青金石云箱 8个青金石云箱 能获得的物品算是小钻了 更容易获得附膜金苹果 供货台 生怪塔只是生存模式 没法获得怪物弹 所以就没什么软用了 最后的是铁星云箱 青金石铁星云箱 鱼钻石 鱼钻石块和橙钻石铁星云箱 8个钻石铁星云箱能获得的物品 超钻 一堆的钻石装备和工具 两个箱子都爆满了 最重要还能获得玉水钉和玉水块 铁星云模组介绍 到这里就结束了 新项模组下载链接 我会放在资讯栏 觉得影片不错 记得点赞关注分享哦 谢谢你的收看 拜拜